而吴淑珍今天进入了陪德基医院来进行身体状况的评估 也引爆了蓝绿的口水战了 立委就痛批是个是政治操作 但是呢 蓝莹认为说根本吴淑珍都还欠台湾人民一个道歉 史无前例 前第一夫人吴淑珍入肩服刑 支持者塞报高雄地检署申员 令立委更在立法院高峰被抗议 不能有政治立场介入 我们希望真的是以人道人权的立场来作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评断 就是说今天进入陪德医院在做一个这个诊断的时候 我们希望是站在一个公平公正 而不是一个打扁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台湾三省定验的司法案件政治解读 无法改变乌淑珍必须入狱的命运 蓝军立委等到这一天 呼吁乌淑珍不但要依法入监 还要向全民表态 还欠人民一个道歉 因为人民给他这个权利呢 是要他来治理国家大事 而不是利用这个权利来贪污的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法治 人道 政治 不可以混为一谈 在陈雪扁身份证上的生日同天入狱 吴淑珍被判十七年半 是否入监等待陪德的评估报告 但第一家庭沦为阶下囚 这段入监之路已经让全民不是很唏嘘 这是李永杰林家宇台北综合报道